臺北市區週四晚上強風呼嘯 大範圍刮起十一到十二級強陣風 北海岸風更狂 直接吹上十五級 在室內聽到強風吹 聲音大到像屋頂快被掀開 雙北上一次風這麼大 已經是七年前泥沙颱風 臺北側到十四級 風速增強吹爆臺北盆地北海岸和宜蘭北側陸地 所謂角雨流是受地形阻擋 在轉角出現強風 當颱風環流東南風 加上玉山阻擋減速轉向的風 兩股會和河流後風速增強 造成北部風很大 康睿繼續減弱加速 從他中心在臺東成功登陸 到雲林麥寮出海只花五小時 預計週五下午暴風圈脫離臺灣近海 中午前後馬祖解除路景 整體海景下午解除 山區這一帶 未來比較短程 比較偏有東北風的情形之後 會有一些降雨 週五晚間開始 各地降雨減緩 到了週六東北風天氣形態 北部東北部迎風面有水氣 中南部多雲道晴 接下來預估十一月七號 會有冷空氣南下 北部低溫有機會下探二十度 TVBN新聞 綜合報導 TVBN exempl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